5月13號是第21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也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69歲華誕 各國政要在這個日子到來之際 紛紛發出賀信和褒獎 祝賀法輪大法洪傳世界28週年 感謝大法給世界帶來的美好和福祉 在全球法輪功學員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之際 加拿大6個市政發出加獎令 宣布5月13號為該市政的法輪大法日 其中一個市政宣布5月為該市的法輪大法月 同時48位加拿大聯邦省市議員 也發出賀信恭賀法輪大法日 他們表示法輪大法日對法輪大法團體來說 是一個意義非凡的重要節日 面對仍在蔓延的中共病毒的肆虐和挑戰 加拿大更需要勇敢堅強 團結一致 這場健康危機也提醒的人們 法輪大法真善忍的重要 美國政要也在這個喜慶的日子發出賀信和褒獎 休斯頓市長希爾威斯特·杜南發出褒獎令 宣布2020年5月13號為休斯頓法輪大法日 他在褒獎信中說 法輪大法超越文化和種族界限 洪傳至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上億人 每天越來越多的人在美國通過學習法輪功使心靈得到進化 身體健康並為社區的道德回升而發揮積極作用 馬里蘭州議員戴維·托羅內也發賀信 感謝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推進人類進步 將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真善忍帶到馬里蘭州以及全世界 賓州 密蘇里州和德拉華州的多位政要 還有紐約州的13位官員也發賀信祝賀世界法輪大法日 紐約州第一選區眾議員小弗雷德·希勒說 法輪大法在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 有數百萬人實踐和珍惜 獲得3000多個獎項 我僅代表紐約州議會祝賀第21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香港多名政要也向法輪功學員表示祝賀 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祝願世界法輪大法日 所有法輪功學員身體健康、平安幸福 最重要大家是享有宗教、言論、集會自由 不會再受到中共的無情迫害 也都希望可以盡快徹查 所有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件真相 還各位公道 相信大家的信念真善忍都不需要太多解釋 但當中最重要就是善良 無論面對多大的艱難 面對多大的邪惡 都應該要堅持你心裡的這份善良 邝俊宇希望各位在法輪大法週年紀念日一起加油 5月13號法輪大法日28週年大家一起加油 在歐洲 來自德國聯邦議會、黑森州議會 和法蘭克福市議會的9名議員也發出賀信 祝願法輪功學員度過一個快樂、充實、 引領未來的世界法輪大法日 黑森州議會副議長海科霍夫曼在賀信中說 在法輪大法日這一天 全世界數百萬人讚頌真善忍的價值 同時也讓人們正視法輪大法修煉者所遭遇的不公 真善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 是法輪大法所代表的價值觀 許多年來 法輪功修煉者遭受迫害、關押、酷刑和虐殺 這不僅令人擔憂 而且是完全無法接受的